香港警方在7月10日星期五表示 他们逮捕了7名协助在7月1日抗议活动中刺身一名短期的嫌疑男子 这7人涉嫌协助这名嫌疑法逃离香港 引起高度争议 一个批评的港版国安法7月1日正式生效 香港自主权移交中共以来 从来未间断的七一游行也首次被禁 但当日仍然有大批香港人集结竟游行 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,香港警方强制清场时 有一名警察抓到王姓男子的刺身 警察手臂流血 在2日凌晨,警方在一架飞往伦敦的班机上 逮捕了一名24岁的男子 他被控意图伤人罪 香港警方商业及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尤健鸿 在7月5对媒体表示 逮捕的这7个人年纪在24至71岁 他们涉嫌帮助王姓男子购买机票 提供交通工具以及传递警方的消息 以协助他逃离香港 一旦罪名成立,最高可被判处10年徒刑 警方还发现被捕人士曾协助王姓男子 买下了一张回程的机票 目的地是台湾 香港警方表示 这一宗案件仍然调查中 不排除再有人被逮捕 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向罪犯提供协助 警方做啥